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非常有文化内涵的 所以来欣赏我们萧教授的人 确实不是一般人 特别值得表扬 那么要说今天的最后一天的演讲的主题 也是点睛之体 大家想今年香港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故宫 今年开工到2022年 竣工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这个非常的热 非常的热门 半个月前我们习主席亲自来签证签约 说明它多么重要 那么这个故宫博物馆建好以后呢 香港的这个文化的这个节目 香港的这个文化的内涵 雷哈的形式那就更加不一般了 其实过去有人就说香港是文化的沙漠 实际上再看看这个书展这个人流啊 昨天的台风 今天的周一的上午 还有这么多人来 听讲座买书 实际上香港早就已经是文化的绿洲 何况那这么有了这个故宫这样的一个大的 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以后 相信香港啊 未来文化的氛围 文化的内涵越来越厚厚 那么说起这个故宫啊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演讲的主角呢 肖涵教授呢 去年16年拍了一部非常火的电视片啊 导演 他的《我在故宫修文物》 那么这个片子呢 是一个纪录片 后来呢 肖教授又给他剪辑成了一个同名的电影 也出版了这个书籍 这本书籍啊 门口就有卖的啊 门口就有卖的 等会可以签名售书 那么这个电视剧的一个 在网站上的评价是非常火爆 所以超过了9点5分 豆瓣上的 超过了这个舌尖上的中国 还有什么狼牙榜啊 狼牙榜这个联系人非常喜欢的 所以口碑有多么好 那么肖教授呢 他实际上在2011年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 包括丽江 拉夫斯基 还有这个喜马拉雅天梯 看起来好像他 从11年到16年 导演了三部这样的电视剧 好像是很 这个剧作是比较多的 因为也就五六年 出了就三部 口碑都那么好 但实际上就十年磨一剑 准备这几部片子 等会就要就来讲 这种心血 这样的一种创作的过程 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那么今天呢 肖教授演讲的题目呢 是手艺于当下 故宫匠人的生命质感 我首先呢要做一个调查 大家看过我在故宫修文物 电视纪录片以及电影的举手 没想到 因为这个好像香港 我不知道是都从网上看到了 那个我们的电影 香港已经有发行公司 那个他们准备发行了 可能会在下半年 会在香港的影院会上映 也请大家都支持 那么看过三部电视纪录片的 有没有 举手一下 两位 三位 包括我四位 四位 什么就是经典 经典就是 你正在重看的 重读的 就是经典 肖教授的作品就是经典 那么肖教授 其实他的主业呢 是大学教授 我前天问过肖教授 我说您是教什么的 因为我不知道他教什么 他在人文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的 原来他就教影视的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难得 因为我也在大学当过老师 知行合一很不容易 我们这里看到很多年轻人 老师在台上 理论上头头是道 可是他自己写不出东西 导不出东西 像这种知行合一 又有影响力的 这样老师是凤毛麟角 这是我们学生最崇拜的老师 那么我们在放之前 在演讲之前 教授演讲之前 我们一个很短的时间 把这个我在故宫修文物呢 放一个片花 好不好 我们工作人员准备一下 大家再重温一下 这个片子的感觉 咱们这孩必须得 坐得住 我们下距离一下 我自己是在故宫的 不知道 因为我们俩能够 我们点击一些 当事的故宫 我们下距离起 我们一起 我们下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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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到秋光不如 闯明你在时间的那里 而在这里 你等候我落实 终于痴迹晚相遇 沉着灰雪 听见样是你的时间的那里 而我在这里 你手边只就是光温柔 梦凉层层隐显在你望与情 惊喜是可惜 但来不及传定 这钟声响起 于是我们都发现了岁月的意义 等我在这里 你在这默默无闻 那一辈子就干这个 能坐下来能待得住的 真是不容易 你真的接触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要精彩 对刘明瓦看得很大 坏了正在送回 当我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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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边只是光温柔 梦凉苍苍苍苍苍 我会发现了岁月的意义 当来不及 我会发现了岁月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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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 好的 这部片子不光是在网站上热播 据说捧红了这些演员 实际上这也不是演员 我看到拍的那个名字 主演王金 演员王金 实际上就是他本人 所以特有意思 好了 我们现在就有请 我们萧教授为大家演讲 其实刚才这个吴老师这么夸我 我其实有点坐立不安 其实这个就是挺怕别人这么夸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 其实真的挺普通的 而且我们片子当中大家看到了 我们这部电影的一个slogan是 择一世中一生 但是其实我个人 这个职业转换挺多的 我其实是学画的 我是中国美院国画系毕业的 而且是在美院读了十年书 从附中本科研究生都是学国画的 但是毕业了 之后却去做这个媒体 做传媒 然后又在大学教书 然后到了这个现在四十岁了 开始做纪录片 其实这个跨度转换其实挺大的 但是在这个大的一个跨度转换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其实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 其实我有一个特别想跟这个世界交流的 这样的一个内心 我觉得其实所做的这一切 从学习绘画到去做电视传媒 然后再做纪录片 其实一直都在试图着跟这个世界 跟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和我们周边的人有一个交流 希望用我所 我觉得更有把握和更喜欢的一个方式 去和这个世界对话 然后去表达一些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大家看到了 其实我真的觉得 当我发现纪录片这样的一个载体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确实好像是找到了 和这个世界交流的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在电影当中 我觉得纪录片 其实它特别棒的是 它的真实 就像我们所呈现出来的这些人物 从我 其实我就拍了三部片子 刚才这个 我二十都一一介绍了 我其实挺汉颜的 其实到了都 这个快四十岁了 才开始突然觉得 我要做一样新的事情 然后非常幸运的是 作为这个领域的一个新人 然后做了三部作品 都得到大家特别大的一个认可和喜欢 我觉得真的挺受宠若惊的 而且也觉得特别特别高兴 因为在纪录片创作这个领域当中 我所知道的 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同行者 我们的同行 他们其实在这个领域里 已经坚持了十年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 他们依然默默无闻 或者说他们的付出 和他们所得到的回报 远远不能够成正笔 由我所认识的一些导演 他们可能花了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一个人 一部机器 去跟踪 去蹲守 去一直一直这样的去做 但是最终做出来的片子可能 也只有几百个 或者几千个人看到 这也是我 其实看到这样的一个现状 这也是我觉得我下定决心 我想要去做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希望记录电影 它能够真正地 让更多的人看到 它应该堂堂正正地 走进电影院 因为我们大家 如果了解电影的人 都会知道 电影从它出生的那一天开始 它的第一部和观众见面的片子 就是记录电影 火车进站 从这个卢米尔尔兄弟 他们发明这个电影开始 其实我们最早看到的 就是一个火车冲着我们开过 大家都很神 觉得这是一个神奇 那其实都是最真实的一个东西 但是随着商业电影 越来越多的类型电影的 这样的出现 和更多的这样的 一个电影工业的推动之后 纪录片 纪录电影好像慢慢会被边缘化了 慢慢地 就好像我们总觉得 那个 应该就在手机上看看 或者在网上 这么看一下就行了 让我 为了一部纪录片 去花钱买票 我还要得 从这个家里赶到电影院 去看 这个好像对于很多人来讲 是觉得是一个 挺浪费的 挺浪费时间的事情 但是我其实 当看到一些 就当我开始做这个创作 而且我也特别爱这样的一个电影形式的时候 我其实心里就给自己安安地 就好像 怀着这么样的一个夙愿 我想要去实现它 我也很庆幸 很幸运地我们都做到了 我做了三部纪录片 有两部都走进了影院 《喜马拉雅天梯》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上映了 而且获得了1200万的票房 那在当年 好像大家也是觉得特别振奋的一件事情 一部纪录片 能让那么多人愿意走进电影院去看 紧接着后面 我在公共修文物 一下在网络上 尤其是在 B站 在年轻人 二次元人群聚集的一个 网站里 尤其是其实 我想在座的很多年轻人 都可能都是通过那个平台看到的 我当时去 其实在B站播这个片子 播火了这个片子之前 我其实一点都不知道B站是什么 是突然 因为我们最早是在央视播出的 播完之后 有人说 你片子在B站火了 我说B站是什么 他说是一个 大家给我介绍 说是二次元的 我说二次元是什么 他说你们这些三次元的人类 都不懂 好吧 我就努力地去补习了 后来我突然发现 B站是盗版 他没有授权 我们并没有授权给他们 不过他为什么在那就火了 我们就抱着这个 维权的心态去找B站 给他们发邮件 结果他们很快就回复我们 而且是异常兴奋地回复我们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就是 然后就说 我们能跟你合作吗 我们可以买你的版权吗 可以 后来知道我们要 把这个 作为记录电影 搬上大一幕 他们说我们可以投资吗 我说可以 非常感谢 这个有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一切 其实是年轻的观众 用他们的 其实就是用他们的那个点击 用他们的这个手去投票 让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个年轻的 这样的一个视频网站的青睐 也获得了更多更多媒体的关注 也同时让我们有机会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也让我在《公穷屋》这部记录电影 走上了大一幕 能够跟更多的这个观众见面 我其实在 这两部电影 在录演的时候 我都会问这个 在影院里 看我们首映的那些观众 我会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会问说 有多少人是第一次坐在电影院里 看一部纪录片 差不多有80%的人举手 因为他们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 在电影院里看纪录片的观影经历 然后 我又说有多少人 第二个问题会问大家 有多少人会因为 你这一次的观影经历 你下一次 还会去买票 看一部记录电影 那时候几乎90%以上的人都举手了 我觉得特别特别感谢 我也特别感谢 观众把第一次给了我 而且不光观众 我觉得还有包括我刚才那首歌 那个陈丽演唱的 很多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年轻的歌手 非常火 这是他接的第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他居然唱了一首 记录电影的主题曲 我也觉得挺那个 他而且自己也很开心 而且会在很多场合 他会去唱这首歌 我也觉得特别特别高兴 其实我也知道 其实这那么多人 包括我们的那个词作者 姚谦老师 其实那个词写得真的特别特别的好 和我们这个片子的那个情感 特别特别的贴 他也是 在为第一次为一个记录电影来写歌 然后来做音乐监制 我知道他们第一次给的不是我 第一次是给的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感谢的 包括在座的各位能够来 我觉得今天也特别惭愧的是 这个我既不是作家 更不是名作家 结果还参加的这个是 名作家这个什么讲坛 我就觉得特别 就是再加上吴老师这么一通赞扬 一通这个意美之词 我就真的特别不自在 很紧张 其实虽然我自己也做过主持人 做过这个电视传统媒体 但是就好像反倒我真正去做纪录片创作了 作为一个创作者 在面对公众的时候 就远不像自己之前在公共媒体的时候 那么反倒我反倒会更紧张了 或者更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 我之前做电视的时候 那种自信哪来的 反倒是现在越来越不自信了 面对大家的时候 这种不自信可能真的是来源 觉得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 我们心里是期盼着有更多的人喜欢他 支持他 但是其实心里是特别没底的 因为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 已经被定位为一个特别特别小众的 这样的一个电影类型 而我们在努力地想让它变成 更被大众接受的这样的类型 但是现在至少让我们挺受宠若惊的是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希望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我就会更坚定地 更失智不渝地要去做这件事情了 所以在这也顺便提前跟大家透露 我们的新片已经开拍了有半年了 其实在去年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 我们前期调研已经做了一年了 我们会一直 就是这个新的片子会拍一年的时间 拍到今年年底 拍到过年的时间 还会中间还会来香港拍摄 也还是会延续着一个关于传统的老的手艺 和当下生活的关系 其实我在这也想跟大家介绍 我们其实在拍 我在拍这几部片子的时候 我其实真没有去给这些片子一些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 比如说我在公共修文 我最后的这个择一是中一生这话 其实是我们电影发行的时候 负责发行的公司猫眼 他们的年轻人 90后的年轻人给我们提出来的slogan 其实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 我还真没想到过 所谓匠人精神这事儿 其实好像是因为我们片子播了之后 突然有一天 这个李克强总理提到的匠人 工匠精神 哇大家好像一下媒体 就是这个工匠精神 成了一个特别火热的词 而且就我们成了一个 突然发现这是一个代表 我们就成了工匠精神这个词的一个代表了 其实我在这想跟大家说的是 想跟大家汇报的是 我其实在创作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特别朴素的就一个想法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是这样活着的 这个我觉得是我从创作第一部纪录片开始 包括今后一直做下去开始 我都觉得这是我想要去呈现给大家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的是 我所说的这个里面生命质感这个词 其实我想呈现的是 告诉大家 因为一个纪录片创作者 他所能做到的是用我的眼睛 用我们的摄影机 去帮助观众看到 你可能不太有机会看到的 在这个世界上跟你在同一个空间里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是这样活着的 其实这样的一种呈现 这样一种生命质感的呈现 其实它更会像一面镜子 可能会让观众 在这面镜子当中映射到自己 因为即使你没有那么去过 但是可能你心里你会觉得 你的某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 特别特别的点 可能刚好和我们片子当中的某个人 是相通的 因为他真实地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个角落 因为你如果去到故宫 你去参观钟表馆的时候 可能你无意间会碰到王静老师 你可能 如果你去到西藏 去到珠峰大本营 你可能会看到 我们片子里的索多 喜马拉雅天梯当中的那个主角索多 他们真的就生活在那儿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 纪录片特别特别有价值的点 因为那些人 他就在生活在离你几千公里的地方 而且到今天为止 他们依然在这样生活着 包括已经大家都说的 已经成为网红的这个王静老师 还有曲风他们 他们现在依然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会很 很喜欢王静老师 也有很多时候媒体会在问我 他说你特别会喜欢哪一个角色 哪一个人物 但是王静老师我也很喜欢 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 我个人其实很喜欢的 或者说特别特别打动到我的一个人物是 一位木器修复组的一位老师傅 叫史莲仓 大家有看过的会知道 其实史师傅他其实不太善言词 他的语言表达 有时候就像 因为我跟他在拍摄当中做的一个采访 经常是我问了五六句话 他就是 嗯 是啊 想半天 嗯 就是这么回事 我就觉得因为那个很难用 大家都知道这个很难用到 但是 片子如果大家看过我们那个电影版的 其实最后结尾的时候 史师傅 他趴在那个小院的那个院子里的一个大的缸 那个缸檐上趴着看那个水 就那一刻其实真的很打动我 因为我们电影拍完了 他们就要搬走了 就要离开这个小院了 而史莲仓师傅今年 今年已经六十岁了 他今年已经退休了 就是当 此刻在说这一刻在说这话他已经退休了 但是他又 反聘回来了 他 告诉我他三岁的时候就在这个小院里逛了 因为 他的父亲那时候就在这个木器族 他的父亲是河北这个当地有名的一个木匠 当时故宫博物院那时候成立这个修复组的时候 木器修复组的时候 就是从民间去寻找那些特别手艺高超的木匠 然后他父亲就被招进来了 然后就带着一家老小 而且那个时候 故宫其实挺幸运的 他们可以在故宫里边 就是靠着那个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边上 这个叫 叫角楼边上 搭着一些平房 他们就住在故宫里 那时候史师傅就三岁 他就会转到这个小院里来 找他爸爸 然后他就说 那个时候就经常挨屋串 就是会找他爸 然后还有那些叔叔大爷们 就他 你想象一下 一个三岁的孩子 他觉得我就是生在 就是 我就是生在这个地方的 我 我所有的生活 我从出生开始 就跟这个院有关系 就跟这个 到今天他退休了 其实 我能够特别特别感受到的是 其实这一切 已经长到他的肉里了 这不是他 其实我在想 这其实 我们从一种宿命的这个想法 这其实都不是他的选择 其实这是他的命 我觉得那一刻的时候 就特别特别触动我 好像他的出生 就是 他的整个这一生 就是为了这事 这么存在 他也没觉得这事 有多么多么的 伟大光荣 要没有我们这个片子拍 没有这个片子火 我想这辈子也没人 没有更多的人知道 史莲仓是谁 或者说他做的 他说我就是一个木匠 所以这事 那一刻 尤其是当我在采访 最后 我在问他说 马上就要搬离这个小院了 马上就要退休了 他跟我说 他就那时候停顿了那一刻 然后转过来跟我说 如果故宫要反聘我 我一定是一不容辞 一无反顾的会回来的 说那一刻的时候 我能够感受到 他眼眶里有那个泪花 其实我的心里的感受就是说 我有一点那种感受 就是他说 我就在想 他不回来他能去哪呢 他倒不是说 可别 就是说他已经离不开这个地方了 他如果做任何其他的事 他并不是说找不到能更挣钱的事 他如果不回到在这个 他会觉得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能病了 或者说他就垮了 就那个是特别特别会打动到我的 就是我会觉得 这其实 这就是一个 我所说 我就想 其实今天想要讲的这个主题 就是 这样的一个生命质感 是会打动到人的 而这也是作为一个纪录片创作者的 我觉得我们的职责所在 我应该把 如果能够打动到我内心的那些东西 我想告诉大家 我用我们的镜头 让大家看到 让你们知道 这个世界上 有一群人是这样活着的 可能他们并没有像你们 熟悉的那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那样的一个生命状态 去度过他的一生 但是真的有人是怎么过的 如果你没看到 你可能不相信有人是这样过的 但是 纪录片 他会告诉你 真真实实的 这个世界上 是有人这样度过他的一生的 其实这是我特别想告诉大家的 包括 之前拍喜马拉雅天梯 那些 藏族的年轻的小伙子 高山向导 大家都知道 攀登珠峰 从有商业登山以后 很多著名的企业家 登上了珠峰 大家也知道那很贵 好像那是一个富人的游戏 当然也有些 我所认识的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有些人 他可能也不是很有钱 但是他愿意 攒了很久的钱 愿意去花这几十万 我想完成一个 登上珠峰的夙愿 但是我们的镜头 所关注到的是 如果没有那些年轻的 藏族的高山向导 为这些商业登山者 铺路 搭帐篷 修绳索 杯氧气瓶 是没有 那些商业登山者 是永远不可能 去完成他们的夙愿的 但是如果我们 没有去拍摄这些 有多少人会知道 那些二十岁 十七八岁的 藏族的 小伙子 藏族的姑娘 是这样的去度过 他们的一生的 而这样的一种选择 甚至其实 我也想回过头来 想 这个选择 有多大的程度 是主动选择 又有多大的程度 是被动选择 或者 就包括他们 面对生活 我们在做 纪录片 其实会让我在 创作过程当中 也会有很多的思考 其实甚至 有时候会去思考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 性格决定命运 但是我经常会反过来思考 有多少性格 是命运所决定的呢 因为他的命运 造就了他今天的性格 其实这个 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一个可以去想和思考的话题 甚至 因为我会想的很多 因为可能是 因为是一个 我是一个内心情感 比较敏感的人 然后 所以才会选择 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方式 想要去跟大家 呈现和交流 我甚至会想 在珠峰林 就是在攀登珠峰 每年四五月份 这两个月的登山季的时候 除了这些登山队员 这些高山向导 和这些商业登山者 要聚集到这来 还有一群人 也要聚集到 就是周边的那些牧民 这是他们 一年当中 唯一一次 可以赚到外地人钱的时候 他们会带着他们的牦牛 来帮助这些 登山的队伍 帮助他们 驮一些装备 包括他们的 就是有发电机 甚至是 就是他们吃的 用的 因为从 海拔五千二的大本营 到海拔六千五的 前进营地 这个过程当中 是牛能够走到的 最高的一个路程 因为一些重的鸡养 都必须要有牦牛 把它们驮上去 因为这个时候 他们会给这些牦牛工 一些现金 这些现金 其实也没多少钱 就大概我所了解 就几千块钱 但是这几千块钱 可能就是那 因为他们就是附近 就是珠峰脚下 附近村子里的 藏民 牧民 他们 这几千块钱 可能就是 他这一个家庭 一年当中 需要去外面 买一些东西 比如要买一些 日用品的 所有的钱 就要靠这两个月 赚到 而这个时候 四月到五月 刚刚过了 因为西藏的冬季 在珠峰脚下 那个冬季是漫长的 刚刚 过了冬天 那个 在海拔四五千米的时候 那个冬天 是没有一丁点绿色的 大家知道吗 就在 西藏的这个高温 而那个时候 是牦牛最瘦的时候 其实那些牧民 他很心疼他的牛 这些牛 其实是 是他这一年当中 就春天 其实是他 刚度过了一个寒冷的 就是 饲料匮乏的 这样一个冬季 那些牦牛 其实是最弱的时候 但是他却要干 这一年当中 最重的活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牛可能会掉到冰缝里去 那个冰缝 掉下去的时候 牛会卡在那个地方 不会马上死掉 大家在 喜马拉雅天梯 那个片子里 会看到那个 牦牛的眼睛 特别地清澈 它会看着你 甚至牛还会流泪 我想大家一定能够想见 牛和他的主人的关系 那些主人 他只能看 因为你不可能 把它拉上来 不可能救上 这个牦牛来 而还有除了这个 有可能掉到冰 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可能会 天暖起来之后 有的冰会松动 有的石头啊 冰会掉下来 人的反应会更快一些 牛 人可能会跳开 牛没有办法 牛有时候会被砸中 就会 也会受伤 或者是死去 其实这个时候 我当时在讲 其实这都是在片子里 没有的故事 今天我其实很想 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在拍摄当中 我个人的一些感受 其实是幕后的一些故事 我在跟有的朋友 讲这些的时候 有的人会说 他的主人太残忍了 大家觉得 他的主人残忍吗 其实 这又是我刚刚讲了 这是他一年当中 能够赚到 这个现今的 唯一的机会 而这个现今 于他的家庭 于他身后的 妻子 孩子 父母 那么多人来讲 其实是他们这一年的 最重要的一个收入 今天讲的好像有点伤感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我很想分享的 我觉得 因为这个主办方跟我讲 定题目 包括大家很多人 在谈到我们片子 就会想到 工匠精神 匠人精神的时候 我们定了 但是我其实 很想讲的是 生命质感 这个词 而不是匠人精神 其实我觉得 每个人都在 用力地活着 包括在座的各位 包括我 我们都在 挺用力地活着 都在挺努力地活着 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们 面对生活的不易 所以 可能 我要做的事情 还是那句话 我希望大家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些人是这样活着的 这可能是我 特别特别 想告诉大家的 但是这句话 可能 没法作为一个题目 但是这是我 最想跟大家说的 谢谢 好 那个 我们 肖老师的演讲呢 非常像他的作品 真诚 这个 朴素 同时也是俊勇的 你看呢 也会很多的思索 那么这个 刚才 肖老师非常谦虚 说他 这个 感觉不敢当 但是你想想看 这个片子 他的片子 过亿的点击率 而且票房呢 也收回来了 那你是谁来投票的呢 是谁来买单的呢 是我们年轻人 那么年轻人啊 不一样啊 年轻人是特别不喜欢 假大空的 虽然我不是年轻人 我有一颗年轻的心 我们希望啊 能够感动我 你这个是我们能看懂的 你不要来教育我 所以呢 这个肖老师的作品呢 他就是这样子 他是在跟你 放在一块 你会感觉到 那就是我 就是我的生活 那么我看这个 三个片子呢 我自己感觉啊 就说肖老师 这个选材啊 选的题材啊 是非常大的 都是知名题材 有丽江 年轻人都知道 丽江那是浪漫的地方 那是艳遇的地方 那是我们要 诗和远方的地方 第二部 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 大家很多人很向往 我去过三次西藏 去过拉木错湖 但是没去过喜马拉雅 因为太高了 那么呢 过去我只看过 喜马拉雅天梯 这一部片子 因为去过西藏 说对西藏的题材感兴趣 那么后来再看这个故宫 他的这个题材 你看故宫 谁不知道 喜马拉雅 谁不知道 丽江 但是呢 他不是拍的本身 我们所传统的 主流的丽江的 什么历史啊 他拍的是一些 年轻人的生活的状况 一些纠结 感情经历 那么天梯 他这个喜马拉雅天梯呢 他不是重点放在 那些登山英雄 他是表现那个祥导 他们的一些命运 他们的一些情感 那么在最后这个结尾的时候 登山运动员上来的时候 没有这些祥导 就没有他们 当时我也很奇怪 因为我看的时候 是没注意导演 没注意这个怎么拍的 我们是不懂技术 叫他怎么拍那么高峰啊 后来解密一下 解密一下 大家都说 我们包括在B站上 放那些喜马拉雅天梯 下面弹幕都是 救服摄影师 所有的很多人 给摄影师贵了 在这解密一下 摄影师是登山队员 因为我们是上不去的 我们摄影指导 也是藏族人 是扎西忘家老师 我们请扎西忘家老师 给三位高山上的 就是这个登山队员 其中有两位 他们也做过这个 之前央视那个 奥运火炬传递的那样的拍摄 但是他们有一点基础 但是他们没有拍过 这个纪录片和纪录电影 我们说没关系 可以告诉 就是在拉萨 我们经过三个月 培训他们 后来就是海拔 七千米以上 全是他们拍的 还是拍得挺棒的 是吗 其实在这回过头来 我在想 在海拔七千米 到8848的这样 只要你真正拍到了 你把看到的 告诉到大家了 那就是震撼的 所以 其实 我也觉得 这个纪录片 它最棒的一点是 它真的不需要 那么多的技巧 那么多的 特别精湛的技艺 它需要的更多的是 一颗真诚的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 也是我们从没有一个 特别有经验的 这样的一个创作者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努力创作的过程当中 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我觉得这也是 挺重要的一点 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技巧的 技术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积累 更多的是 我个人对于 这个生活的感受 和我对于 这些人物的观察 这个可能是 是纪录片 我觉得比较 让我们 也觉得它特别棒的一点 这个是最难的 精心选择的朴素 那可是太难了 那么 向老师讲了这句话 是不是向老师讲的 说 我不能把自己培养成 登山队员 我把那些 响导培养成摄影师 所以他成功了 那么这个故宫的 这个角度也是 那和平时我们 很没有注意的这一批 看起来是 很神秘的人 修文物的人 他们的喜怒爱乐 他们的尽力 所以他这个 大题材的新角度 很特别 但是他永远不变呢 他表现的是人 是当下的人 他们的这个精神 他们的生活 他们对传统价值观的 一些体验 所以他这个作品呢 是表现他的一种追求 也是一些年轻人 可能说出来 很多年轻人 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想大家可能 急不可赖地 要问我们 萧老师问题了 我们后面的时间呢 就留给大家 大家有什么问题 尽管提 这个女生 第一个举手的 他在说说你 你来自哪里 萧教授 还有主持人 你们好 那个我是来自 中国大陆江西的 但是我在香港 已经生活了 蛮多年的 那首先 我是一个异类 我在之前 完全没有听过 我完全不知道 有这部片子 然后呢 我之所以今天 会坐到这儿 完全是因为这个题目 就是 自感是吧 自感 故宫降人 和生命质感 完全是被这个题目 给抓到来到这了 然后 就是很感动 我觉得现在的 我们 好像刚才 萧教授说 说那个 你很感性 我想说的是 你不用 你不要有太大压力 就是我们现在的人 我觉得当今 我们非常需要 我们这种普通人 非常需要 您的这种感性 然后去拍 普通人的故事 就是 我没有想到 故宫 可以 可以 可以这样拍 那之前 我们在那个 电视台看到的是 故宫一百 你看 他还是讲 我那时候已经 很有兴趣 很喜欢看 但是他讲的是 帝王将相 是讲故宫的 辉煌 他的那个 很雄厚的历史 但是这个角度 来拍故宫 真的让人 心里很震撼 对 然后 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 我没有什么问题 我纯粹 主要是继续表扬我一下 对 我没有问题 我是 我想鼓励 然后表达一下 一个普通人的 那个感情 然后 我最后就是说 请您继续 继续以这种感性的方式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因为我 特别是我希望能够带到香港来 因为我觉得当下的香港 太需要这种东西了 太需要了 然后我会 忍住自己的 去看的冲动 然后等那部片子上来之后呢 进电影院 默默支持一下 谢谢 谢谢 这是最重要的 期待 会的 会的 那个 进电影院 其实第一个 在我们 就除了大陆地区以外 发行的 第一个地方 就是香港 然后接下来是台湾 还有日本 都有发行公司 买了这部片子的版权 他们都会来 在这几个地方的 这个影院上映 而且他们也都觉得 这样的情感 都是会 最会有 这些地方 也都是会 最有回应的地方 他们说包括日本 包括 其实一些东南亚 包括他们 我也希望 能有更多的人看到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 我会继续努力的 好 这位女生 谢谢 我是从中山过来的 广东的中山 我第一部 第一次看这部片子的时候 我在故宫修文物 是在B站 不好意思 到短的时候看的 因为它已经是正版了 对 之前我看的时候 都是到短的 道歉一下 但是因为后来 就是因为我从B站 看了这个 然后后来 在电影上画的时候 我买票金 电影院看了一回 很有意思 我也不是个 二次元的人 但是呢 我第一次很辛苦的 去考B站的VIP 是为了一部纪录片 虽然不是您的这一部 是另外一部 《太阳之下》 一个俄罗斯导演 导演在朝鲜 拍的一部纪录片 因为他需要B站的VIP 才能看 那挺难 我其实我都不会 对对 我考不过 所以我一直都在白度上搜答案 搞了老半天 终于成功了一个很高的分数 考过了 然后得以看到了那部纪录片 然后我的问题呢 是也是从这个《太阳之下》的那部纪录片 引申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 其实纪录片 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它必须真实 因为它是纪录 而不是像我们 讲述一个虚构的故事 然后《太阳之下》我们知道 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为了 朝鲜的官方拍的官方的版本 另外一个是导演根据他后来偷拍的一些片段剪辑成了一个他认为真实的可以呈现一个真实的朝鲜人生活的状态的那个版本 所以作为一个纪录片的导演 当就是你很多时候面对哪一些是真实的呈现呢 我会不会在拍摄的时候 或者我在采访一些我要跟踪的对象 拍摄的对象的时候 我会不会用我自己的那种想法和意图引导了他们 按照我想表达的东西去呈现呢 您是怎么把握这一点的 谢谢 好 谢谢 这个问题挺好的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持久永恒的问题 究竟这个纪录片是不是真实的 我其实想告诉大家 他首先有导演 他就不可能是绝对的客观真实 就像我刚才大家也能够感受到 我其实是一个个人情感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其实在片子里一定会有自己的表达 但是我能够做到的我保证的是我呈现出来的每一个镜头是在那一刻真实发生的 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我们拍到的我们拍到的素材是那一刻是我们想要去呈现给大家的 这里面其实一定是有主观色彩的 这个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纪录片它就一定是绝对 它不可能是绝对的真实 它一定带着创作者的情感 拍摄者的情感在里面 带着拍摄者的价值观在里面的 所以 但是我个人首先第一个我是反对摆拍的 我们我可以特别负责任告诉大家 我们的片子里没有一个镜头是摆出来的 是演出来的是没有的 是那一刻真实发生的 但是比如说是在采访或者说这些话 我可能会有我想要知道的 想要关注的一些问题 包括在交谈当中的那样的一种话题的推进 一定是由我主观的在里面的 这个我觉得很正常 所有的一切 不要说是这个 新闻就全都是真实的嘛 对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关系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观众 他也不可能又知道说 这个你给我的这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评判能力 和自己的感知力 这个其实是很棒的 这个最棒的一点 其实是到最后 这个片子是我们共同完成的 就像我也一直在说的 当一部片子 一百个人心里有一百个哈姆勒特 一样的 当看完喜马拉雅天梯 看完我在公共修文物 每个人心中可能被触动到的点 是不同的 是一百个点 可能我跟您是共同完成了某一个 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认知 观察 领悟 体会 可能跟另外一个观众 是完成了另外的一种体验 其实这个其实也是 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 特别特别开心 特别棒的一点 就像我说的 可能这个片子 这里面的人物是一面镜子 他照到的每个人不同的 内心的不同的角落 能回答您的问题吗 谢谢 这个肖老师讲 他不做摆拍这个似的 其实现在电影里面 有一些是摆拍的 还有我原来是新闻界的 我们新闻界也有些采访 是什么 比如说我要问这个故宫的话题 本来就应该谁接问吗 怕人家说出来 不是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 就事先安排好 那个叫托 托 比如说今天 如果我要怕 大家回答的问题不太好呢 我们这里有托吗 绝对没有 因为我一贯就觉得要真实 不管你问什么问题 都要是真实的 大家看看其他的 没有托啊 这个啊 好 后面那一位 下一回要选一个男生 都是女粉丝啊 你好 我的普通话不太好 麻烦你听的 小心听的 我会小心听的 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刚刚说了 在比较focus的是生命之感 因为一开始你拍纪录片的时候 应该没有什么明星啊 什么信誉啊 什么什么的 以后也不会有明星 但是当你现在火红的时候 可能你会不会之前你比较 不是你呢 之前比较真实啊 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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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明白了 但现在有多一点明星啊 你会不会让你自己的生命之感有不同呢 跟你第一部拍 跟你现在 跟你之后 你觉得有影响吗 我觉得没有影响 因为纪录片创作 我应该不会去拍明星纪录片的 我不会去跟拍什么明星 或者说 如果可能某个片子里会涉及到明星的话 我也一定是还原他普通人的那个部分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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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得还是不够消息 那我没听明白了 我得再 谢谢 翻译一下 好 早翻译一下 其实我想跟各位女士想说的是 因为你之前拍纪录片的时候 因为没有什么名气 然后呢 所以你可以按照很多自己的想法 想拍一些你表达自己的 很朴素的一些东西出来的片子 但当你就是现在已经有名气了 会有名声了 是吧 然后会不会影响到你以后 在拍纪录片的时候 会有对自己的一些 不同的影响啊 不同的想法会影响到您呢 这个 是这个吗 是这个意思吗 对不对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上个人帮我听一听啊 就是我想说的就是 因为别人对你的期望大了 可能你自己也会有自己一定的压力 比方说因为他之前给人一些印象 所以你自己可能有一些心理压力 可能你之后做的时候会不会你 你的focus又不是focus 你心里的担心会多了 你呈现出来的东西又会 多了考虑什么什么的 徐老师一定明白这个意思 明白 我能明白 其实 我试着回答 如果我说一点都没有影响 一点都没有 我觉得那也不真实 一定 因为我们每一个生命是动态的 明天的我跟今天的我 它就是不一样的 这个一定是真 就像每一个人都会是 包括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过去的作品 它也会有不同的认识 如果说我再拍一遍 可能还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说有特别大的压力 或者说会有特别大的一种变化 我觉得应该 以我能想见的部分 我觉得不太会 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 应该一定会有的 就像可能 比如说 关注度更多了 可能我的资金和各方面 它都会不一样 那我觉得当然钱多了 我就可以更多地实现 我可能 本来觉得可能挺难实现的一些东西 可能就会帮助你 同样的当认识我的人 知道我们团队 知道我的人多了 那同样的 我觉得对我很大的一个帮助是 我们的下一部片子 会被更多的人关注到 会被更多的人去传播 这一定是好事 就是帮助我 刚刚说的 我最早的那个想法 就是让更多的人 去能够真正认识到 记录电影的价值 能够走进影院去看一部纪录片 让他的观影选择当中 多这么一个类目 我觉得这个是 会有巨大的帮助的 我也会 借着这样的一个帮助 更努力地去促成 做到这件事 但是其他方面 我觉得 也没有 但一定是 其实观众 我说的难听点 其实观众也很现实 当他觉得 你即使我们现在积累的这些名气 他下一部 他觉得你不好 他一定会骂你的 我觉得你一定不会吝啬 你的骂声的 对啊 这个是很正常 是不是 他并不会 我觉得到每一步 即使是我 大家都知道 那名导演被骂的 是吧 这更何况我们这种 刚刚有那么一点点 知名度的导演 那其实我的压力远 没他们大 是不是 所以我心里 而且再者说 我也不是一个 二十多岁 就很早成名的这样的 我觉得我今天 已经四十多岁了 我觉得我的内心 其实是可以 预见到这一切的 没有关系 我就努力地做得更好 当然会给自己 更多的要求 如果下一步被骂了 并不代表说 我就不做再下下一步了 没关系 骂完了 如果我下下一步更好 你们还会表扬我 一样的 这个就是现实 谢谢你 看起来回答了 大家满意 我找一个年龄 少大一点 好 我只是问一个 比较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 你跟 比如说拍喜马拉雅 天梯那个地方的人 就是现在 他们的现状 还有跟你的联系 怎么样 因为我想讲的 就是说 一个地方 特别是原生 它原来没有被 然后通过媒体 通过文字 通过大家了解了以后 然后那个地方的人 他们对自己的孩子 希望他们走出去 还是 我们现在接受媒体的人 希望走过去 我想问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思考过 这也是挺好的一个问题 我也 当然我也有思考过 这个问题 我先回答您 第一个 首先他们 还是在做着那个工作 没有改变 不要说喜马拉雅 就说 故宫的 故宫的这些将人 他们也还是这样 在工作着 生活着 没有什么改变 即使他们走出去 就像这本书里 讲到这个 其中 讲到王金老师 他说 这一段 绿窑采访的一段时候 早上七点钟 在北京103路公交车上 突然有一个姑娘 穿过车厢 走到最后一排座位前面 问 您是王老师吗 对不起 看您半天了 我实在憋不住 马上就下车了 能不能合个影 大家能看到 对 变化的是 有人认出他们了 但是没变的是 他们还坐103路公交车上班 其实这个都没有 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讲 并不是因为 我们拍了一个片子 他们涨了两集工资 没有 西藏的那些年轻人 更没有改变了 比如说自己的生活 它不能改变 但它对自己的孩子也好 这个村落特别是藏民 因为我去过藏区的 也没有 他们对自己的孩子 后代还可以走过来 我明白您的意思 我在这讲一个 就是我用事实 就是我看到的来回答您吧 那些我们拍到的 喜马拉雅天梯当中 那个高山向导 第一次登上 祝福那个高山向导 索多 她现在已经结婚了 她也有了孩子 她的老婆 就是他们村子里 那边的一个姑娘 然后她的孩子也 就是出生以后 也一开始是在他们 就是竹风脚下 还是老家里一样 但是他们的理想目标 因为他们现在工作的地方在拉萨 拉萨对于他们来讲 就是一个大都市 它其实没有我们这个片子 没有这个 他们的理想也是希望 能够到拉萨生活 这是他的一个呈现 再回过头来 他的教练 也是这个登山学校第一批的学员 是这个 现在这个学校的副校长 他的教练 这个普普顿珠 他是带着这些学生 培训他们的 他对这些孩子 其实就像他自己的儿子一样 他很爱他们 很努力地在帮助他们 觉得他们这是 他们改变命运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但是他自己的儿子呢 跟这些学员是同龄的 他并没有让他自己的儿子 来读登山学校 而是 在我们拍摄完了的时候 他的儿子考上了 西安的一所大学 这个问题和前一个问题呢 有一点点相同的地方 就是一些改变 像前一个问题 问萧老师自己的这个改变 实际上我看他这个三个部片子 他的艺术风格是 保留了这个根本的东西 但是还是有变化的 变化的只是说 他这个更成熟了 但是他的中心的东西 他的朴素的东西 他的这种 想要表达的东西 是没有改变的 刚才这个萧老师也回答了 就是说 他的这个孩子 实际上孩子是另外一个人 那当然他只是讲的是一个精神的东西 所谓质感的东西 是吧 还有没有其他的 这个男生啊 刚才举了好长时间的手 小老师你好 我是来自大陆深圳那边的 就是我在那个看了 我在故宫西文物这部纪录片 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以前我们对 我说我自己 我对这方面的了解会比较少 所以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 我觉得对我的一些影响 还是就是拓换了一些视野 然后我想问的就是 我看到那个剧录片里面 有一些工作人员 他可能就是每天就做着这么 看起来是 在外面看起来是觉得很枯燥的一些事情 然后可能他们 可能要发挥几个月的时间 或者是有些可能会更长的时间 才能去完成一部修复一件文物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 如果仅仅是靠现在故宫这里面的一些人 然后有什么办法 就是说可以让更多的人去参与 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纪录片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一方面的一个想法 因为现在那里面参与的人 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少的 可能也面临了各方面的一些困难 谢谢 我大致明白您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会不会有更多的人 投身到这个行业里来 能够修更多的文物 是这个意思吗 对 但是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首先纪录片没有能力 去干预到这样 就是它原有的这样的一个运行轨迹 这个一定是故宫博物院 它有他们的一个计划和安排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这部片在B站被称为是故宫招聘 宣传片 因为在我们的片子播出之后 去年故宫大概招聘一百多个人 有两万个人来报名 对 其中绝大多数是想进修复部的 去文保科技部修文物的 很难的 百里挑一 然后他们去年进了18个人 就补充进来18个年纪 就很多人都会在想说 这个很枯燥 年轻人不想干 工资加了没有关键事 应该没加 工资它就还是它的一个体质 我们没这个能力 我们有能力的是 成为一个非常棒的招聘宣传片 两万人 据说这个人数是 今年还在继续增加 其实这也表明了一点 并不是年轻人在择业 在面对生活 面对所有很多 不是像大家想的 其实有很多人愿意去 选择他们喜欢的东西 最后一位 女生 最后一位女生 最后面那一位 最后一位 等会你下一位 对 吴老师并不是说的是 最后一个问题 是最后面的一位 对 我们比较严谨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香港的一个女生 然后我们在香港这里 很多社会上很多人 就评级我们90后 或是00后的孩子 都很脆弱 然后就很容易放弃 所以就想请教老师 怎么去看 怎么去想 坚持这个持育 谢谢 其实我觉得 我还真不这么认为 我没有认为 我其实对90后 我挺 我觉得 包括尤其是在 纪录片创作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其实重新认识90后 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我团队里面的90后挺多的 他们也改变了我对90后的认识 另外一个就是90后的观众的反应 也改变了我对90后的认识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给一个这个年龄打上一个标签 其实就像这部片子 我觉得我的情感所放进去的内容 90后的观众他一定是get到了 他一定是有感觉的 包括就是在片子当中 他所出现的那些点 他又会类幕 或者他那些 那个弹幕上 什么类幕 跪了 什么这些 其实那些点都挺对的 都挺 就是我自己 我之前没有 并不了解有弹幕这种东西 就是 对 我第一次看弹幕是看自己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这个王金老师一出来 哇糊了 就啥也看不见了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我开着弹幕看 和我自己 当时我们剪辑的时候看自己片 完全感受不一样 我说这是我拍的片子吗 我说太棒了 这个感觉就是 他其实是在帮助我们 其实更丰富这个创作 90后远没有我们想的那样 什么 我觉得反倒 我跟他们同龄的时候 我比他们茫然多了 我比他们无知多了 他们比我们 就比我那时候 比如说上大学 或者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信息获知 和他的判断 价值判断 我觉得比我们强多了 他们非常有自己的主见 我觉得 其实坚持不坚持这个话题 我觉得其实都是 就是我们别人给的 或者说 或者是一种矫情 他每个人自己心里知道 他该坚持什么 不用其实说 别人给你所有的答案 都是来帮你肯定 你已经选好的一个答案 谢谢 还有问题吗 好 刚才这位 老师您好 我是来自广东中山的 本来就是在我们中山 我也是从事媒体业 就是有个广播电视台 也是以南派的纪录片 现在有这种提法 然后我看到您的背景 就是有学术方面的 然后也有学院这个风格里头 尤其您有美术方面的 很长的一个学习和工作的经验 您觉得就在纪录片 这个工作上面 就是您的这些经验 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想法 会像我最近看的 好像是有一些 好像是台湾 有一个好像是冲天 那个纪录片 给我印象很深 那最近也看了一个苏东坡 也是看得很迷 那您觉得就是 我们就华语 这个纪录片的发展的 未来是怎么样 有什么想法 谢谢 其实这问题我不敢回答 华语纪录片 未来的发展是怎样 我觉得我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我只能说我自己会努力地去做 而且非常可喜的是 我们看到有更多的人 在坚持不懈地在做这件事 但是同样的更可喜的是 更多的观众在关注到 我刚才其实从一开始我就讲了 其实在我进入纪录片 创作这个领域的时候 在这之前 我的其实在这个领域里面的 或者说前辈 或者说是他们的 之前的这个从业者 有很多人坚持了很多年了 没有被关注 或者说我刚才说的 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 关注和回报 但是 其实这也是有一个 天时地利人和和时机的关系 它真的我觉得到了 可能是从经济的发展 物质的富裕 包括年轻人的成长 受教育的这样的成长 资讯的发达补及 每个人对于想要寻找到自己 就是喜欢的作品的 这样的一个渴求 都导致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去选择一些 过去曾经是小众的 这样的一个类型 至于谈什么分派 或者纪录片的春天来了 这个我觉得都是扯 这个都没有意义 有意义的是更多的人 拿出更多的真诚的作品 我觉得那就够了 至于未来是怎样 华语纪录片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理论家 或者说一个什么 谁可以给他定义的 所有的定义权在观众手里 观众会用他们的眼睛 去投票的 就是这样 自然的 就像我觉得 我在公共学公务 它的火 其实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期 但是它既然火了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希望 我们就努力地更多地去创作 而我还有顺便回答前面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还是坚持 我们的创作方式是不变的 比如说我们需要有 大量的前期的田野调查 这个是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 做田野 然后我们要大量的时间 去坚持跟拍 能够拍到更多的素材 我们的片比是很高的 比如像我们喜马拉雅田地 我有600个小时的素材 我剪出90分钟的一个片子 同样的 我现在在拍摄的这部片子 我去年我们做了一年的田野调查 今年我们拍一整年 365天这样拍下来 我预计会有700个小时的素材 明年也是剪出一个90分钟的电影来 它一定是 我这个创作方式不会变 因为它必须要有 那么大的一个积累 那么多的一个这样的 真正的你去捕捉 去坚守 你才可能从这里面找到真正的 特别棒的那样的一个细节 那样的一个情节会打动到你 一定是这样的 我相信坚持这样的一个创作方法 一定就会给到大家好看的纪录片 就是这样 好 如果还有问题 我们就最后一个 我们 好 小老师点你 谢谢小老师 就是虽然刚刚大家都是问的比较大的问题 我就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好奇 就是拍纪录片 其实我之前有见过片场 其实整个现场像摄影机啊灯光还是有蛮多的 对被拍的人来说 其实你说的片场 纪录片是没有片场的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还是会有摄影机啊 会有人在那边 对 就是那个拍摄的那个现场 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那你们在就是拍之前 是怎么跟他们去沟通 因为其实多少是会影响到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 这个是怎么一个沟通 然后包括像刚刚说到的一些田野调查 那你们是怎么跟他们沟通说 我们想拍这些东西 那他们要怎么配合你们去做这个事情 对 就是这个 好 其实这个我也挺愿意回答的 其实就是 我先说田野调查这个部分 田野调查其实是就是 我们团队里面 做田野的部分的这个人员 他们要先去搜寻这些 其实是从我先给到 做田野的这个同学 他们我想要的方向内容 他们去寻找这些人物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采访了一百多个人物 我要从田野的这个 我们做田野的同学那里 看每一个人物的采访和人物小传 他的所有的这些经历 然后我来选择 我们会进一步要 就是不断地缩小这个范围 可能一百多个人 我会最后缩小到二十个人 可能最终我们电影里呈现五个人 是这样不断地这样地去寻找 比如说做故宫的这个 就是文保科技部也是有几十个人 加上其他工作可能是有一百多个人 但是我们最终呈现出来 实际位师傅 就是我们肯定在这过程当中 要先去采访 您说到这个 怎么更少的干预 那其实很重要就是说 我们在过程当中是尽可能少 比如说进到这个房间里拍摄 在他们很小的工作环境 可能有时候就摄影师一个人 我也不会进去的 就是其他人也不会进去 我们就尽可能小的一种干预 当然没有像那个一种更极端的说法 应该纪录片拍摄像趴在那个墙上的 一只苍蝇一样观察 但是我们尽可能的 我们比苍蝇大多了 尽可能做到的其实就是 让大家习惯 让被拍摄对象习惯我们的存在 到最后他会觉得 就是就像早上来了 来了一块的上面 就跟同事似的 就打着 就哪天好像没人在那拍 昨儿干嘛去了 其实是挺有意思 就慢慢其实是一种融入 他当他习惯成为 你会成为他整个环境当中的 一部分的时候 他其实他最真实的 他就会呈现出来 一定是有一个过程 一定还是有一个熟悉和适应的过程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花更长的时间 一直去拍摄 其实这也是有需要 让别人先适应你的过程 然后我们也是尽可能少的一种干预 有更早的先从更多的田野 我们已经就开始有认识 熟悉 接触 然后在拍摄当中 我们又拉得更长的一个时间 其实我觉得就像 有这个创作者说的 就是像前辈讲的这样的一个好 就说如果你片子拍得不够好 是因为你走得不够近 那我觉得就是你真正的走进 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去 才能更好地捕捉到 他们真实的那一面 另外我还想再加一句 就是说可能是因为你拍得不够久 那我们就要拍的时间更久 那是会更好地融入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 还有问题呢 就等一会儿呢 跟我们萧老师私聊 我们严格遵守时间 我们都当老师的 我相信学生是最不喜欢老师脱堂的 虽然今天很受欢迎 但是我们要遵守时间 那么我想呢 今天这一场讲座呢 其实实际上是一个研讨会 由我们的讲者和我们的听众 共同组成了这样一个成功的研讨会 问的问题非常专业 从大的内容形式 技术 人生理想 我们萧老师相信都给大家做了 大家很满意的回答 我想呢 萧老师刚才自己说了 就是说他拍这个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时候呢 并没有想到这个匠人 这个词 实际上呢 他自己呢 就一直在实践这样的一个精神 那么 就说 他的第一部影片啊 第一部纪录片 丽江拉夫斯基 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就想 这个拉夫斯基是什么意思 好像只有斯坦福拉夫斯基 后来我看到街尾 果然是的 这个俄国非常有名的 这个戏剧教育家 戏剧大师 斯坦福拉夫斯基 他的理论呢 影响了中国当代啊 这些演员啊 和我们的教育 就是说他就说 我们每个人呢 都是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 都是表演自己的故事 当然这个故事呢 很多是你自己主动选择的 比如说我们萧老师 做过很多职业 但是他选择了这个纪录片 他最喜欢的 有一些呢 是被迫选择的 我不知道自己会干什么 就把我分配了干这个 就不管你是被迫的 还是主动的 你都要去认真的 用心的做这件事 最后一定会得到好的收获 你在你的人生舞台上 一定能够活出你的生命的质感 我想的就是我的感受啊 好 谢谢大家 等会大家有找 小老师签名啊 私聊的啊 还可以有点时间 好 谢谢两位老师 今天我们其实也准备了一个纪念品 还有话数据送给我们今天的 讲者小老师 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吴老师 那我代表一下冒发局送给两位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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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给你 我现在给你 我现在这个男人 你不要 来来来来 我们一起吧 我们一起 你放上我了 好好 谢谢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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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